歡迎光臨 好啦 不帶時間 你們知道的 安排位置就靠他了 是 舉手搶答 請看這四個字 說出他的部首為何 準備好喔 我一揭曉之後 你們就要搶答囉 題目史 來 請說出這四個字 他是什麼 他不是共同的部首 好快喔 劉瑋婷 這好像說的 說話 入 入 看到是一個入 入啊 對 或者是說人嗎 人嗎 人呢 人比較像人 再給你一次機會 人部 人 恭喜答錯 來 張松豪 入 入 你看著入唸人有道理 因為我的趴人跟我說入 一字為話不能聽啊 但是那個魚看起來像人 不是看起來 你看起來像個人 誰看起來像人啊 入 入 入 對不起喔 好了 就把它記起來喔 全 魚 兩 內 都是入 來 怎麼做 你說 那我們做第一組吧 你們做第一個位子 誰做第二個位子 那就讓律師坐旁邊吧 家長 看來你對學霸也有顧忌喔 不是顧忌 不是顧忌 我不喜歡跟太漂亮的女生做靠近 喔 你們好好加油啦 好 新婚禮 幾位賽 請給我 哈囉 我是典潔救援 蔡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機會 會與命運賽制要提醒大家 賽季會再分成三個回合 做再機會去努力成為大體英雄 而在命運區決定的是你們的獎金 最後只有 一禮家 請開夢幻大門 好 在這集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高山拼圖組 還有智能墨鏡組 以及電子書套組 而在十萬大獎的部分 是葡萄酒鞋影機 而十萬大獎 則是玉手溫感大師按摩椅 希望大家能夠把我們的禮物 都帶回家囉 出發了各位 張松豪準備 新婚禮機會賽 請注定 小孩很好騙嗎 根據台灣網路調查 爸媽最常講的謊言是什麼 A 紅包幫你存起來 B 等你高中就自由了 我覺得答案是A 鎖定 為什麼不是B A這個是在東方社會 大家的一個共同騙局 從小到大都說把你存起來 但這筆錢到底在哪裡 就真的不知道 真的 可是我都幫我兒子存起來 可是我老婆真的也存起來 對啊 而且還有存著 給他們看 是 我說你存就算了 你跟他們分享這個幹什麼呢 他何苦知道自己 要知道自己有多少錢 然後他就有 他名正言順 趾高氣揚的跟你要錢花 對不對 我老婆真是有什麼做什麼的人 他就是不讓我知道我有多少錢 這正常 因為小孩不會名正言順跟他搖 幫你存錢 幫你存錢 他是幫我存錢 幫你存錢 我也這麼認為 幫你存錢 但是你高中就自由了 這句話沒聽過 高中就自由了 我只有講說我長大就不管你了 你長大我就不管你 對 但是他長大 為什麼可能還是會不管他 一定還是管嗎 紅包幫你存起來 是不是最常講的謊言 請 介紹 網路上統整了一下爸媽最常對孩子 講的十大謊言 當中這紅包都幫你存起來了 其實只名列第七 那其實很多的爸爸媽媽 都把紅包拿去繳學費了 到底錢是哪些呢 其實第一名就是 等到你高中或是大學 你就自由了 當然結果到了那個年紀才發現 只是更可怕的地獄 那另外還有就是 結果不重要啊 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但事實上結果 才是他們最講究的啊 那第三的則是 如果真的很忙的話 太累了就不用回來了 現在這是爸爸媽媽 對孩子的體貼 但其實還是很想看到你們 不過當中的第九名很可愛喔 他是說呢 等到長大再談戀愛 你才會遇到好對象 可是也有很多的孩子 發出靈魂拷問是 爸爸媽媽你們以為我長大了 真的找得到對象嗎 第一次為 該你了 好 別想太多喔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A A 鎖定 題目具有鑑別度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難度 其實我的認知啊 就是說會考的難度 有時候簡單 有時候難 但是它的難易度 就是看出題的老師 怎麼認定嘛 所以它的難度 並沒有穩定 就我的理解啦 OK 所以我是用排除法 因為它既然不是難度穩定 那就是有鑑別度 來 蔚要補充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 比題目難度穩定 妳反而覺得是B 真的 考生本人覺得 會考的評價遠高於學測喔 你要以會考 會考離妳那麼遠 學測都已經距離妳六年了 對 不過我只是記得 我在考學測的時候 因為學測是考 更深遠的東西 所以說它可以更簡單 也可以更困難 就是它的那個 級距是更大的 就是這一題 它考的化學比較深嘛 所以說我可以考得很難啊 但是會考它 因為它就是教到鍋中這個層級 所以說它不可能再考到更難 我是這樣覺得啦 所以它難度相對穩定一些 對 請揭曉 今天是題目難度穩定 李子維 我看來妳今天要好好的存活不容易啊 還有老師陪我啊 拉著墊背的 大不了換妳的位置上來坐啊 來 散華補充一下 好 我們知道我們的學測呢 是要考大學的時候 要考的這個重要的考試喔 那會考呢 主要是針對國中生的能力的一個測驗 那其實呢 普遍來講呢 會考的評價是高於學測的 那在一份好的這個考試當中呢 大家很在乎的呢 是這個題目的穩定性 以及它有沒有一定的鑑別度 那像是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看到說 今年的學測呢 普遍偏簡單 那學測呢又是積分制嘛 那有時候如果偏簡單 太多人都到七十幾積分以上的話 那就會造成呢 好像看不太出什麼鑑別度啊 或者是呢要申請的時候呢 那要進到面試那一關的 這個前面的那個篩選的門檻 就沒有這麼的嚴謹了 反倒是會考的部分喔 就會讓大家覺得說呢 它的這個公平性啊 還有題目的等化的穩定度呢 都是好像比較具有參考的 杂力璇再轉移 未央同學準備 對 切以子裡 舞台這演出 常會用聚光燈照亮演員 請問這聚光燈 它是用什麼原理來照亮演員的 A 演員反射聚光燈的光 B 演員散射聚光燈的光 我的答案是 B 演員散射 B怎麼猜講的 反射它聽起來會是 就是從一個點照到一個點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感覺好像就只有一個地方 看到我很亮 所以我才覺得 我要發散我的光 妳自己笑的我沒有笑的妳自己笑的 妳要發散妳的光 請揭曉 請揭曉 對喔 哇 像是反射 像是反射 我們也就要跟大家說這個題目非常有鑑別度 因為它是出自於一百一十二年 國中教育會考自然科的試體喔 那麼要告訴大家呢 即使在這個國中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學過反射 折射 散射 那像是我們一般在看眼鏡啊 用照相機啊 或者是天文的望遠鏡啊 就是用折射的原理 那如果是在舞台上喔 我們在這個光源以外的觀眾 要看清楚台上的演員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SPA-LINE 打在眼鏡的身上 反射過來的這個成像 在我們的這個觀眾的這裡呢 才能夠看清楚台上的一切動向 很快就回來了 比賽回到眼鏡 節目開始有一段時間了 對啊 前面剪掉嗎 前面 前面剪掉我們再錄一次 張宋豪選擇 請出下一題 各地聚落行程 和發展的原因不同 請問夏天哪一個地區聚落行程 跟水源取得的關聯性最高 A 南美洲低尾度高地 B 中國大陸新疆山路地帶 我覺得答案是A 鎖定 楊鵬淵已經舉著雙手贊成了 對 絕對是A 對 低尾度的高地 為什麼不是新疆這個 直接就在高海拔的山路地帶呢 因為新疆的山路地帶 搞不好海拔都有兩千了 它又很可能是 很多水源的發源 在流下來 那個地方一定是 一切生命的來源 為什麼反而是低尾度的 是最高喔 那他錯了 他錯了 剪掉 斷了 幫我剪一下 沒有 我也不知道對錯 因為我是跟你們 我看成最低 對 我誤知到答案 對 你講的是對 你講的是對 這會影響他工作 對 幫我剪掉 不好意思 我跳一下 因為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聚落 文化都跟水有關 我純粹憑感覺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 你完全不知道 你沒有在研究地理 我教數學人 對不起 低尾度高地 是為了要避暑 對啊 對 因為避暑 因為底下太熱 所以他要坐到山上去 岸地是山 他們都會住在山間的盆地裡面 那新疆是為了要取水 有那個血水 對 要做砍井 去取水比較方便 對 所以這一題要選B 從這邊開始剪掉 謝謝 他會把你剛才講的都剪掉 謝謝 還沒開始招生掉 好 各地地區呢 這個聚落能夠形成的 其實原因都不太一樣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 南美洲高地呢 因為這個地方 他們聚落會形成 是因為高地涼爽 所以大家在這邊 當然就比較宜居 那另外呢 像是我們看到呢 南洋有很多的城市 他們呢 之所以會形成的 都是因為港複形的城市 這個地方呢 經過的殖民 也比較容易通商貿易 而新疆 它是一個非常乾漢的地方 特別是吐魯飯 我們都知道 它這邊的哈密瓜 葡萄啊 很好吃 可是呢 你知道嗎 其實它非常的乾旱 它每年的年降雨量呢 大概在十六毫米左右 但是它的年蒸發量 是三千毫米 所以它完全沒有辦法 寄望下雨 那因此呢 他們呢 裡頭的冰川的含量 非常大的 等於是一個固體的水庫 所以他們都是用 砍而井的方式 取用地下水來做灌溉 因此才會形成一個 綠洲蒟蒻 是這樣沒錯 對 所以你是知道 你看 屏幕要看清楚 他才一說 你... 你開心得跟什麼 已經沒有那段 把老婆生兒子一樣 已經沒有那段 已經沒有那段 有沒有那段是我們絕點 我通告被捐出來 你準備殺人滅狗 哪裡捐轉移 第一次會準備 好 解釋出下一題 我的答案是B B鎖定 應該不太難理解吧 這種扁額提詞 哪一個扁額比較不適合 正宗給家具工廠 不適合嘛 不是 那這樣子 我看成適合了怎麼辦 看成... 因為不適合才對啊 不因為... 你們是有時差是不是 你們什麼全部都看不清楚 再錄一次啊 對啊 因為... 因為我要趕快搶答 來 請這腳 真的錯了 答這個題目這麼難 真的耶 好 我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兩個不同的成語 板竹有功 我們先來看板竹這兩個字 它出自於孟子 而板竹就代表著 過去我們在做泥做的時候 兩片木板中間還加了這個泥土 然後要把它做成一個牆 所以在過去 所以一開始板竹 它的意思代表著 地位比較低賤的人 但板竹有功 因為我們就已經說了嘛 它是用於建築 所以往往是用在 這個建築業的賀瓷上面 那這個功奪造化 它的確就是類似 巧奪天工的意思 所以因此就是在這一些 工廠上面的製造 我們可以送它 功奪造化的這個扁額 這簡單啊 真的 對 反而猜錯了 因為我看成適合啊 你是我世信的學長 你知道嗎 我是學弟啊 你是學弟啊 那我待會兒要代替學校 清理門戶 韋陽 加油 會不會是今天第一個答對的人 請助理 陳陳花了一整天在百貨公司 我們會說 我的答案是A A啊 助理 WEST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會說 我使用這個時間會用spend 我不會 花費跟浪費的差別嘛 對不對 但如果以我現在的狀態 我真的花一整天才 把百貨公司花 浪費 那真的太浪費了 對 先別說我一天是賺多少錢 我在那一天 我得花多少錢 對不對 那我不是開玩笑的 對 因為我在那吹冷氣啊 對吧 請揭曉 好 Yeah 有 終於答對 第一題 第一個 就在六題之後 總好 總好 恭喜你家人知道你來了 Yeah 有做功課吧 有 我要按鈕 一問 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因為今天是六月十三 所以我要選二 我說不能提示耶 邏輯錯誤 他搞錯日期了 他搞錯日期了 我說不能提示 三千元 你看一下 你對照一下就知道 聰明如你 我剛剛說不能提示 繼續答題 請出下一題 根據學測大考中心研究顯示 經濟弱者的學生 在哪一個升學考試的階段 比較不遲鄉 A 書審 B 比試 我的答案是A A 書審 解釋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書審 現在需要很多 比如說我自己課外的經歷 或者是課外的學習 比如說我參加任何社團 或者是任何團體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 比較經濟弱勢 或者是我比較偏向的話 其實我根本沒有辦法 接觸到這些 有可能 對 而且書審可以花錢 請人家住 對 可以花錢請人住 可以花錢買 有 可以 買些什麼呢 通常是請人家幫你寫 那個文筆字賺好看一點 可是我把你寫成偉人這樣子 請 解 解 怎麼會這樣 剪掉 弱到剪掉 剪掉 剪掉 感覺是這樣沒錯啊 因為之前有書審 那大家就一直在質疑說 這所謂的多元入學 會不會變成多錢入學 結果就發現 其實反而有很多很多 經濟弱勢的學生 他們反而在第一階段 看似大家最迷信 而且覺得最公平的 就是筆試的考試 他們其實就被刷掉了 你想想其實現在的社會 越有錢的人 他們就越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可以下課了以後 再去補英文 補數學 而且都超前去補 那這些反而是經濟弱勢的學生 他們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一旦數學跟英文 一開始沒跟上 可能就會越辣越多 所以很可能他在考試那關 他根本就連取得 去多元入學的機會都沒有 剩下五十一秒 我們一共打個異局 對 我們三分鐘 加油 你走了 好 加油 上松好 加油 拜託了 就你了 我努力 請出題 假人可以在行政院 質詢衛福部長 請問一下 針對假人所擔任的公職 何者敘述是正確的 A 由內閣提請總統任命 B 負責審查中央預算 我覺得答案是B B 順利 由內閣提名讓總統任命的 這個是哪些 哪些部會長 部會首長 應該都是院長級的吧 那個銷社會的 就是各部的部長是由總統任命 對 那假這個是立法委員 對 立法委員負責審查預算 對 立法委員是民選的 所以他不會跟總統的關係 假人可以質詢 行政院質詢 他是在立法院質詢 所以這個假人就是立委 質詢 質詢權只有立委才有 但他應該在立法院質詢 不會在行政院質詢 在行政院質詢 對啊 又要檢掉了嗎 開記者會吧 開記者會吧 可以質詢吧 他今天只要有楊彭彥 出來講話 不然是這一集沒來看 沒有 我覺得可以檢預告 這邊應該是對的 這邊檢預告 謝謝 可以檢預告 預告 好 這樣告訴大家 他既然可以去有這個 權力去質詢衛福部長 代表這個假人 也就是立法委員 那立法委員 當然也有這樣的一個權責 可以去審查中央的預算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各部會的首長 還有包括政務委員 那他們都是 還有行政院的副院長 都是由行政院長 他們提請以後 再由總統任命職 聯合同院 該你了 你好好表現一下 那個不凡的才華 好 你讓那個台大政治系 三年級的同學知道一下 什麼叫邏輯 沒問題 你有做功課吧 有 昨天都沒睡 我看了四十集 你又看四十集 比他上一集有人看四十集 我跟他一起看 他就是看那個四十集 那句話而已 對 當然 不要 不要 我們同隊咧 沒有吐槽自己人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金選人 三號 邏輯正確 不在台中 在屏東 直接插一個零 可惜了 一千元 起 助理 群魔亂武 B 百年數人 我覺得是A A 所定 群魔亂武 是足語 那百年數人的百年呢 它是時間 接一接腳 公務考量 這題的確也是出自於 104年國中教育會考的題目 那群魔亂武的群魔呢 的確是主語 而百年數人的百年 它所敘述的呢 是要培養出一個好的人才 所需要耗費的時間 所以這個百年並不是主語喔 來... 來喔 一萬 你再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四號 但運氣很好 五千元 五千元 第一秒 可以... 五千元 第一秒 可以... 秒答是四秒 最後 請出最後題 三秒 兩秒 我覺得答案是A 合理 學測成績越好的人 重考機率高 因為這些人 對自我的期許要求 都會比較高 所以他們的目標性 相對的就會明確 那當他沒有達到目標的時候 他其實重考率是高的 反而不上不下 你覺得我再來也不會比較好 對 是這個意思嗎 感覺上是這樣 補教老師應該很清楚吧 請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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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鵬淵同學 來吧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四號 邏輯正確 你就是把它按出一朵花來對不對 有... 我昨天有統計四號最多 你有統計四號最多 對 真的 真的 進廣告 真的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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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我們有缺工作人員嗎 沒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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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集錄完 你把它去 我們就把导鍋那邊拿過來 你拿回去幫我們撿好不好 好 好 可以... 恭喜一萬元 好 好 可以... 可以... 第一回合結束 張松豪跟楊鵬淵這兩位 補教名是一萬六千元 第一次為劉韋婷 沒有機會發揮 目前淡薄名利 魏央跟鍾濃文同學三千元 恭喜第一組暫時領先 第二回合 兩分鐘 要不要換人 你要不要來打 我覺得我今天打得比較好 換一下... 氣不好 你要換 三上三下 你要換 好 換一下... 不應該換 現在事無破竹耶 好 第二回合 答題權還在第一組 楊鵬淵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